Odia Jungle Odia Jungle 戊戌变法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代表兰固派利益的后党终于战胜了光绪皇帝所代表的帝党,不过此时慈禧面临着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 清朝朝廷的权力早已经削弱,因为最关键的军事大权被掌握在了地方都府大员的手中,于是慈禧决定建立一支精锐的王台部队来收回朝廷的军事权力, 共为京基地区,维护清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大清国式江河日下的紧迫局势下,清王朝的建军速度非常的迅速, 1898年开始在怀军的基础上着手建立新军,第二年就成军了,名为五位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个军,总数在九万人, 这是清朝用新式武器武装的军队,其中比面是成统帅的五位前军最为精锐, 清廷投入的资金最多,编制和训练,完全是仿照西方军队来的, 此外还有西方军事教官来进行训练工作,此外五位前军的装备也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包括各国军队都不常见的马克沁机关枪,作战步枪则采用当时世界最新锐的198毛色步枪, 198毛色步枪是一战时期德军的制式步枪,二战时期纳粹德军的毛色98k制式步枪, 也只是在198的基础上,缩短了一点而已,基本结构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这些清军精锐手中的步枪和二战德军手中的步枪是一样的, 不得不让人感慨,而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是198毛色, 步枪第一次投入实战,清军和德军同样拿着198作战, 结果却惨败,此外袁世凯统领的右军也是新式编制的军队, 战斗力仅次于前军,但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 袁世凯却击肥的率领军队,到山东剿灭义和团, 从而没有参加对联军的作战,完整地保存了战斗力, 而包括五位前军在内的其他五位军在战争中全部被击溃, 这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果聂世成的前军没有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是绝对不会有后来的袁世凯,